農曆四月 無論是上升還是太陽巨蟹座 怎樣? 想我報起還是報休? 好吧 我先報休吧 嘩 看得病了 不夠休息 尤其是在什麼地方會病呢? 喉嚨 肩膀 頸 所以聽完之後 麻煩你 在一個這麼忙 又大壓力 可能不夠睡覺 你知道很上火 麻煩你不要再吃薯片 其實這句我也是跟自己講的 因為我是薯片怪來的 我超喜歡吃薯片的 好了 小心喉嚨痛 所以扁桃腺發炎 那些朋友 還有 出街 現在天氣都開始熱 但也隨時要帶頂頸巾 不要吹傷 後尾枕 還有肩頸 也要保暖 還有 小心不要弄傷 總之就是這些病痛 尤其是 或者呢 如果不是一個自身身體的病 就要小心有一些大意外發生 其實兩件事是有關係的 因為如果你很忙 精神衰弱 你就不會留意到身邊的事情 或者你真的忙到要在街上講生意 你接電話回覆訊 然後不小心過馬路 沒有看紅燈 一聲就出事了 以上這些恐怖的事情 如果按太陽星座來說 尤其是六月出生的巨系朋友 要小心點 麻煩你 不過呢 現在又報了一點點 其實 你們這些這麼忙的事情 尤其如果這個忙的一些項目 是你自己去建立的 即是不是說有個老闆去撿一些東西 令到你很忙 而是你可能為了自己的一個生意 或者一個自己什麼的項目 去投放你自己的精神心機的話 雖然是真的會容易病 甚至有意外那些事情 但是這個上天是很公平的 只要你堅持不懈 末日末夜這樣去做 不需要停下來想的 記住 你是忙到跡跡這樣 完全沒有work life balance 只要你是肯付出100%的努力 宇宙會給你200%的成績表 OK 尤其是這個成績在哪裡可以體現呢 你會得到朋友 或者是一些大一大班人的認同 OK 如果我當這份是一個工作 和事業有關 那你會得到業界的很多的掌聲 還有如果這個是你一向人生想去成就的一個 夢想 OK 是的 那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當什麼呢 我當你人生很想去開個畫錢 然後忽然之間 你這陣子就在畫到沒有了一條 即是沒有了life 但是你最後又真的可以開到畫錢 然後那些人又會給你很多的掌聲 掌聲你 那還有 還有如果是一些真的商業生意有關的事情 一些錢買賣的事情 那真的不要怕扑了一條命去做 OK 那那個結果會不錯的 但是當然 你真的要聽了不好和好的這兩方面 那你要去找一個平衡 因為始終最後 聖經有一句我很喜歡的 人藥賺得全世界 但是什麼失去失去了什麼健康 還是失去了身體 失去了生命 那又有何益處呢 對不對 那你雖然是有很好的成果 但是你的人也沒有了 那誰去享受這些成果呢 所以是一個非常有道理的智慧 最後 就是說 可以趁這個農曆四月 去打入一些新圈子 認識多一些新的朋友隊 尤其是如果他們是外國人的話 對於香港的朋友 你可以去認識鬼路 或者總之認識一些不是本地的人 他們會很喜歡你的 又或者如果有巨蟹的朋友 剛剛移了文 好 這個農曆四月 不是想著搬哥 不是想著去買家具 什麼都不是 是要去認識一些當地的人 你這個時候去打入他們 他們就會很歡迎你 另外 如果你本身已經在一些人群 圈子裡面 就趁這個農曆四月去擔任一些 幕後的工作 一些安排 我當一群朋友裡面 你去搞派對 OK 你去做那個organizer 或者 我不知道 你是一個不知道什麼團體 我當 我當什麼呢 就是 大廈那些業主委員會 然後你就自動請英去 接下來那個開會 你去take minutes OK 這些 所有無私奉獻的東西 都是會得到大家非常之高的 appreciation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mivyyoutube 都記得要click開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erma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根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之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恆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恆星銀行的那個恆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恆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給大家去發掘